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今天介绍一部双胞胎姐妹替妈妈赶走小三的电影《天生一对》 在美国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女孩夏令营中,来自美国加州的11岁小美,很快就交到了两个好朋友 而来自英国伦敦的小英,也告别了自己的管家,住进了热闹的营地 因为小英和小美长得太像,在食堂用餐时,营长老太,差点将两人认错,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转天在鸡剑比赛时,都擅长鸡剑的两人一番熬战,打到场面有模有样 结果小美被小英打进水里,小英好心伸手去拉,却被小美一把拉下水 两人摘下头盔才发现对方简直跟自己一模一样,就连脸上的雀斑都一样 而他们也从此结下了梁子,转天小美和两个好友打球回到营房后 发现自己的床竟然上了屋顶,这是怎么弄上去的 而小美也不含糊,半夜潜入小英的营房,设下各种机关陷阱 转天小英醒来,发现满屋都是绳子,双脚被蜂蜜粘住 同伴脑袋上喷满罐装奶油,其他人也是各种被设计 一碰绳索,一个个的水弹掉落,众人尖声惊叫 大水弹掉下来,将小英砸成落汤机 小美塞人在外面看得不亦乐乎,结果营长和女儿赶来检查营房 小美忙拦住他们,但营长执意进入 一拉门,头顶一桶酱汁,拖了他们一身 于是小英和小美被关了进壁,被关在一个房子里 两人依旧互相较劲,一个要开等,一个要关等 一晚上忽明忽暗,跟闹了鬼似的 转天风雨交加,两人合力,才将窗子关上 也因此一下就冰释前嫌了 他们坐在一起唠嗑,结果发现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上 还都是婴儿时,父母离婚,一个没爸,一个没妈 最后拿出各自珍藏的半张照片,合在一起 竟然严丝合缝,他们才知道他们是双胞胎姐妹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不已 他们互相跟对方打探爸爸妈妈的情况 小美说,父亲在美国加州开了个葡萄园,生产葡萄酒 小英说,母亲是伦敦的著名婚纱设计师 连希腊公主都跟母亲定做婚纱 两个孩子都特别想见见自己素未谋面的父母 于是小美想出个点子,那就是两人互换身份 小美去英国,而小英去美国 这样就能见到自己的父母了 于是两人互相详细介绍自己家里的各种情况 然后小美给小英剪了短发,涂了指甲 还用烧过的大铁针给她扎了耳洞 小英好可怜 一番伪装后,小美被车接去机场,飞往伦敦 小英则去到了美国加州 坐飞机回到伦敦后,管家来接机 浏览着伦敦的街景,小美兴奋不已 望着母亲漂亮的家,她更是激动万分 厅里挂着欢迎她的横幅 她望着家里的一切,感觉新鲜又温馨 她和从未抹面的外公热情拥抱 见到母亲的那刻,她激动又兴奋,朝着母亲飞奔而去 和母亲紧紧相拥,她流下幸福的眼泪 母亲还让小美陪自己去工作室 跟着母亲在马路上穿梭 小美兴奋极了 看着母亲努力工作,很快就搞定了造型问题 小美非常佩服厉害的妈妈 还跟新娘子一起快乐拍照 之后,小美故意询问母亲和父亲的事情 母亲说,她和父亲是在一艘 从伦敦到纽约的邮轮上认识的 一见钟情,并迅速坠入爱河 而小英见到来接机的父亲,很是激动 兴奋的和父亲拥抱 父亲开车,带她赶往葡萄园 回到家,保姆一把抱起小英 但她的狗却冲她狂叫 因为狗知道她不是自己的小主人 保姆告诉小英说 父亲找到个比她小15岁的年轻漂亮的女人 还准备结婚 保姆说那女人本来是来葡萄园做销售工作的 结果就看上了父亲的葡萄园和财产 之后,父亲介绍小英和拜金女认识 小英骗她说,她是父亲第29个女朋友 这也让拜金女很不爽 而拜金女则对助手说 等一结婚,她就会把这个11岁的妓女 送到寄宿学校去 而保姆渐渐发现了小英的各种反常的地方 最终小英跟她说 自己其实是小美的双胞胎姐妹 从出生起就照顾小美的保姆 非常激动 她哭着紧抱小英 弄得父亲莫名其妙 父亲终于跟小英说 要让拜金女成为家庭一员 小英说很高兴我有了个姐姐 父亲无奈的说 我是要娶她 小英急道 你怎么能娶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人呢 然后就噼里啪啦发了一通牢骚 而拜金女来找小英谈判 说我就是喜欢你父亲 这种事业有成的男人 你休想破坏我们的关系 小英说 你就是看中我爹的钱而已 拜金女说 不管你怎么说 两周后我都会和你爹结婚 你别跟我斗 你斗不过我 小英急忙给伦敦的小美 发了求救传真 小美忙跑出去给她回电话 小英说 父亲刚刚搞了个漂亮牛 两周后就要结婚了 如果想撮合老爸老妈 就得赶紧行动 于是小美只好将实情告诉了外公 外公很高兴 见到自己另一个外孙女 他鼓励小美跟母亲说实话 于是小美跑到母亲床上 跟母亲说了实情 当母亲得知 她是自己远在美国的双胞胎女儿小美后 激动的抱着小美 而管家已经哭得一塌糊涂 小美说 你们这样一人一个抚养女儿 简直太残酷了 至少可以经常交换来抚养 还骗她说 父亲邀请她去美国 讨论抚养问题 于是母亲同意了 他们一行人飞到了美国 住进了一家大酒店 小美骗母亲说 是父亲约她在这家酒店会面 其实父亲是要在这家酒店 和拜金女订婚 结果父亲和拜金女来酒店订婚 上电梯时 却忽然看到了自己的前妻 还朝她招手 母亲生气的对姐妹俩说 我看到你们父亲 跟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 我被你们骗了 我还傻傻的跟她挥手 小英只好解释说 爸爸要结婚了 他们想阻止这件事 而只有母亲出面 才能让父亲明白 什么样的女人适合她 母亲生气的说 你们是想撮合我和你们父亲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来这里 只是想把你们换回来 而父亲见到前妻后 就到处找她 结果在泳池边 见到了前妻 一激动还掉进了水里 她湿淋淋的跟前妻见了面 此时两个女儿同时出现 父亲才恍然大悟 激动的拥抱两个女儿 而拜金女得知 自己喜欢的著名婚纱设计师 竟是未婚夫的前妻后 惊讶不已 见到双胞胎姐妹后 更是吓得不轻 晚上两个女儿还安排父母 来到那艘他们当年相识的邮轮上 以让他们重温当年的感觉 希望他们能旧情复燃 两人都很感激 女儿安排的这一切 但他们都知道 复婚似乎不可能了 但他们的管家和保姆 却互生了爱慕之情 两人还回忆起当年分手的事情 因为太年轻 太倔强 吵了一架后 母亲就打包上了飞机 而父亲也没追过去 两人就这么离婚了 转天两人退房 准备各回各家 两个女儿说 你们俩骗了我们 你们根本没想复婚 他们说要全家一起去露营 以增进感情 如果不答应 他们就不说自己是谁 父亲和母亲看半天 也分辨不出他们谁是谁 鼠脸上的雀斑吧 又很麻烦 所以就同意了他们的提议 但没想到拜金女 不同意他们一家四口去露营 结果母亲说 你们几个去好了 正好能增进继母和继女之间的感情 毕竟以后还要相处呢 于是在姐妹俩的怨声载道里 他们四人出发露营了 一路上 拜金女累得跟孙子似的 大呼上当 两个熊孩子 还往她包里塞石头 还用小蜥蜴吓唬她 还把小蜥蜴放在她头上 她恶狠狠的说 你们俩再耍我 我以后让你们俩吃不了兜着走 结果蜥蜴爬下来 钻进她嘴里 差点吞进去 晚上露营时 两人还把她和气垫床 一起推到河里 转天她醒来 发现身上落着一只鸟 吓得她尖叫掉进河里 她怒气冲通的上岸 让父亲做选择 是选择她 还是选择两个女儿 父亲想了想说 当然选女儿 拜金女气的 尖叫不止 姐妹俩终于搅黄了 父亲和拜金女 他们兴奋的返回家中 父亲带母亲参观酒窖 给她介绍自己珍藏的葡萄酒 还有当年两人 婚礼上喝的那款酒 她都花高价收集来 以做纪念 于是母亲非常感动 泪失眼眶 两人刚要稳在一起 出去约会的保姆和管家回来 打断了他们 转天母亲和小英 要飞回英国 父亲和母亲深情告别 管家和保姆 也深情吻别 看着汽车消失在雨中 三人各怀心事 各自欣赏 回到伦敦后 母女俩坐在回家的车上 都感到怅然若失 小英更是落下眼泪 但当两人回到家里时 母亲却发现 报纸背后不是外公 而是小美 小英看到小美更是兴奋 忙问怎么回事 小美说 你们走后30秒 我和父亲就决定来追你们 我们坐的飞机 比你们的快一半时间 然后父亲出现 深情的说 上次我没去机场追你 这次我追到你家来了 母亲感动的流下眼泪 两人幸福的稳在一起 而两个女儿 在一旁热烈围观 全剧中 没有拆不散的婚礼 只有不努力的闺女 平时是小棉袄 遇事是小钢炮 轰的小三 嗷嗷叫 糟糠之妻不下糖 夫妻还是原配好 幸福丢在过去 而你非要去未来寻找 很多人一辈子折腾挣扎 到头来才发现 最好的已经错过 很多人总觉得 下一个会更好 岂不知下一个只会更好笑 结婚须三思 离婚当入世 结婚大张旗鼓 离婚伤筋动骨 离婚是为了结束痛苦 岂不知恰恰把痛苦 甩给了孩子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孤嘴白 下次见 有红